先问他,然后就会问我 那么小的时候老师一般问问题的时候都会这个态度 报名!站起来! 啊? 怎么回事? 问你个问题 问你历史上活得最久的皇帝是谁? 他 可能是玉皇大帝吧 把老师气一点,牙都咬碎了 小小龙站起来告诉他 你会说话不害,玉皇大帝 老师你别让他气你啊 历史上活得最久的皇帝张国立 演这么多年皇帝从来没死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再问你,问你 报名人站起来,我问你 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象征着什么 报名人往那里长 长啥样啊 这么笨啊,这么笨 一脑瓜的刺 这本假本书,这个拿个火把 打,快点 我知道了,老师 就是说停电了,也得跟我学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,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-163-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二十到四十分钟 补慎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-163-379 我去笑了,我就抽个烟冷静一下 一句话就谈事了 老师知道学校里有人抽烟 从小我们淘气的时候在一块有四个孩子 老大姓齐 他妈姓刘 他命里缺水 所以他爸他妈给他起名叫 齐刘海 老二叫大刺花 为什么叫大刺花 因为他爸喝完酒之后 所以起名叫大刺花 老三是抱不平 老四就是我 一般老师点名的时候都编成了一套送口溜 大刺花 抱不平 齐刘海 小沈楼 到办公室 来一趟 我们四个往里一进 老师就开始点兵了 那谁 齐刘海 出来 你看齐刘海那个状态 哎 哎 你 瞅你那身杀 你瞅你海燕哪 你可长点心吧 哈哈哈哈